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王凱琳 今天代表譚勝卓老師和各位同學 歡迎你們出席今天的 最問流行Tracism News的私生畫展 凱琳 你好 我是贏二年 今次我們的畫展已經是第三次了 我們希望趁這個機會 能夠介紹多一些 嶺南畫派的特色給大家認識 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 推廣嶺南派的藝術 是的 我們在2008年和2010年 分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和香港大會堂舉辦一個畫展 反應相當的熱烈 給了我們很難的鼓舞 所以我們再接再例 在今年搞第三次的私生畫展 我們這次總共有33位同學 參加這個展出 展出的作品有150個多 譚勝卓老師她本人也將她的作品 展出有17幅 我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給我們很貴的意見 是的 這次的畫展 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社會上面 很多的知名人士 在白黃之中能夠衝空 來臨香港大會堂 擔任我們的開幕禮的主例嘉賓 是的 那就事不宣前 首先我是請譚勝卓老師上台 請譚老師就坐在中間的位置 接下來我是和我介紹一下的主例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民政事務局 副局長 許曉輝女士 SPS 太平申史 請 許女士就在譚老師的右手邊 接下來是香港藝術發展局的主席 黃奕偉先生 SPS 太平申史 請黃先生所看譚老師的左手邊 接下來是領南大學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總監 安路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章寧教授 DVX 太平申史 接著是香港電台副廣播處長 戴健民先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曾凡光先生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百民區 政協委員 重立信中醫師 起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百民主席 發展局 李宗監製 陳章寧教授 我在此再次感謝各位主任的嘉賓 李宗監製 各位的嘉賓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各位來婚 首先 我很感謝我們的嘉賓 在百分钟抽出寶貴的時間 來到我們的會 支持我們的歡呼電禮 我們的同學所做的作品 今天是派成績表的 同學當中有些跟了很多年 其實計迷就不是很多年 有些小朋友跟了一年 其實是得過幾月 為何這麼說 譬如一個星期上一天 一個月只有四天 一個月四天 一年多少天 四十 他說過年兩個月肯定上不到課 如果他上了一年 如果一個星期上一課 一課是一個小時 你計算多少個小時 其實就是學了一日幾兩天 如果一日二十四小時 他説學了一年 這個一年是建築面積的 其實爸爸的名字是學了一年 其實爸爸的名字是學了一年 所以他學了的時間是很短的 這是用什麼方法令到他有成績出現呢 就是這個導師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裡是三代同堂的 有些學生我沒見過的 是我的徒弟的徒弟的 他們每年是拿很多獎的 這些小朋友 他覺得我是一年見一兩次的 是那些大會的時候邀請他出來 那他就很聰明的 有一個只有八歲 有些人就說 這個小朋友八歲 說得這樣 我跟著說那個老師已經學了十幾年 我要回去面壁才行 因為小朋友是很純身的 有些人說 喂 有沒有老師去幫忙的 那我想問一下 教這個小朋友的老師 有沒有幫忙的 沒有幫忙的 那我們想這個 明天找一些小朋友 親自引證一下 究竟他學了一年 他玩出來的時間 會不會跟他的話 是問一下的 你們準備一下 明天下午兩點鐘 我就有正直揮鴻 可能我問他 他們就是 我揮鴻之後 就到他們 看看 我也不知道他是老師 提唱的 肯定沒有 剛才他怎麼說 問過他老師 就是我的兒子 我說你們教學的時候 要學我的方法去教 這樣才能夠教好學生出來的 今天成績表 有些就說學了十幾年 其實實用面積是很短的 其實最多是兩三年而已 知道嗎 所以你們不要被人說 哇 你學了幾年 學了這樣 其實不是的 這個是他自己的 努力 產生了一種這樣的後果 希望這個畫展 帶給大家互相切磋 同時又可以給朋友 給他們一些意見 讓他們繼續去創新 繼續去改造 多謝 好 多謝 黃老師 今天我們有請 香港特別行政區文職志務部副局長 許曉輝女士支持 尊敬的譚老師、王主席、台上各位主例嘉賓 在座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藝術愛好者 大家晚上好 今晚非常非常高興和大家和人仔仔共同來出席譚老師 再一次的私生畫展 在幾點我首先代表特區政府文正事務局向校老師 以及一組參與展覽的學員 至最中心的足學 並且向在座各位最親切的文猴和最美好的祝願 嶺南和一派港湖的發展實在是一個獨有的成全 在歷史上我們香港也是嶺南的一元 同時間也是在我們近代史以來 在嶺南的畫派的成全上面 是獨立一景開展指的一個新紀片 正正因為這樣 我們在之前的香港文化博物館裏面的直以來 我受她的入生弟子 繼承了照老她的風格 同時她穿牆的西洋畫的技術 亦將會入了我們的水紋 令到在不同的畫作裡面 體現到的是另一個境界的磅磅氣勢 以西洋畫的結合我們嶺南的一份情懷 同時間是突顯到我們山水裏面的零售 以及磅磅的氣勢 同時間也是 剛才其實譚老師的分享給我很感動 因為聽她的純純教誨 對教學那一份的執著 那一份的爭辭 那一份對學生對後輩 希望大家進一步可以透過藝術 去領略藝術之美 容易提升大家的畫面 那一份純純的推動 純純的 我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位試者 對於後輩那份體懲之心 實在是剛才已經透過她的分享 是有一點點料 也是見證到 為何今天這個畫展 可以得到幾代的同學 幾代的學員 共同的支持 讓大家的畫作 從大家的作品裡面 讓老師知道 大家真的很認真地去網站 同時是繼承老師 她在這份藝術那份的追尋 的情懷 讓到領藍的畫藝可以在香港 在進一步發揚 進一步讓到更加多的市民 可以接觸從而去愛上 我們自己傳統文化裡面的精神 在這裏我要衷心感謝譚老師 一直以來自來對於香港文化藝術的推動 自來對於領域國內的傳授 同時要再次祝各位 以及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甘情幸福的市民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請我們來請香港藝術法展局主席 黃英偉先生 SBS太平新市致辭 專精的譚老師 許局長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剛才我看的畫策 上面那些參戰的朋友 旁邊有寫著畫鈴 有些是默煉 有些是四年 如果聽老師剛才說 全部都是報大數 我想下一屆全部要寫實際畫鈴 聽完後老師說 就知道原來要成為一個成功的藝術家 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要付出 付出 再付出 今日 彭老師有今天的成就 除了他自己的天分 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努力 他詩成趙世王大師 他破舊立身 他不會只是跟著老師的創作路向 他還擁有了自己的風格 所以現在可以說是自成一派 你們這麼多位願意跟著 彭老師一定是指導他的技藝 他的畫工是高超 所以你們甘願拜他門下 藝術發展局是很希望香港能夠 推動更多的藝術傳承 因為藝術要發展下去 必須要生火相傳 要多些像彭老師那樣的結束的人士 願意將他自己的心得 他的功力傳授給下一代 今天我見到這麼多年青朋友 這個畫展可以說是數代同堂 我不懂得數 因為是彭老師的年齡 如果這些小孩應該是不知道他第幾代了 這樣的畫展令人特別興奮 因為我們既看到一個大家的作品 亦都看到一些萌芽的小藝術家的作品 我希望大家珍惜這個聚會 希望以後有更多這一類的展覽 藝術發展局是會全力支持 所有各類型的藝術的表現方式 我們全力去推動香港成為文化之道 希望得到大家不斷的鼓勵和支持 令從事技術的人 不要再感覺他們孤單 而是有你們一起讀的同學 在這裡如足畫展是圓滿成功 如足彭老師這個畫展 一路開下去 開國不停 多謝大家 謝謝楊英文先生 接著我們有請 嶺南大學亞太年老 老年學研究中心總監 陳章明 講座教授 BBS太平紳士支持 謝謝 各位委員長 理局長 林老師 各位出來嘉賓 我自己雖然是大學教 其實是跟國玩和小學玩美術 其實是雜誌不上編,我不是一個藝術的人 但為什麼我在這裡呢?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員 可能大家知道的實力也有個一段回味 畫質都會佔上少少關係 在我雜課學時學過英國讀書 我遇到一個國學的大師 他的英文名字叫John Chilin 他在香港一個很知名的畫家叫George Chilin 是很早期的一個西洋畫派的畫家 但他是立根於香港 後期也加入了中國的水文畫 在蘇格蘭前班收徒 John Chilin 秦大衛教授 就是當時在海底谷大學 是一個漢學家,是他的後人 我在他身上第一次聽到靈南畫派 很有趣的 不是從一個中國人的身上 他學到我們的靈南畫派的正常 他跟我講的很少東西 他當日指示給我看的 是一個更代靈南畫派的 應該很結出的 一陣子要請教授 譚老師 趙少鵝先生 他現在是一個相當出名的 靈南畫派的老師 我看的畫很特別 我不懂得跟上 秦老師跟我講 你看到甚麼 我說很靈的畫 跟我們國畫不同 有國畫的精神 有配品的效果 但有西洋畫那種 質彩繽紛的一種境界 他就正正就是這樣 在這個靈南畫派上 是保持著我們國畫的原貌 也有西洋畫那種的殘牌 是一個形神俱在的畫派 在近代 我們新一代的中國人 是樣為中庸 在我們中國這麼強大的基礎上 再加入美國精彩 同時再發展性 是一個相當的意思 相當的 在我們新的發展上 有很大的啓示 到今天 我唯一的政策上的同名男畫派 就是我們的男校 鑑村 所以第二個因緣 我不靠另一位我的好朋友 董智帆先生 是秦老師的弟子 他不是單一個弟子 他是一門四傑 我和他相聲 由於我們大家都是社工的因緣 但是作為社工 是沒有一個 就像他那樣 寫作、書畫、書法、樣樣皆正 而且不是他自己 還是掌友共融、全家出道 他的太太和兩個孩子 都是寧藍 畫派的繼承人 我相信 譚老師很高興 他看到這一門四傑 是承傳到他相當好心的草皮 我自己 會去考慮的 作為國安和事務的人士 去教這個 安律政策 我一直希望我們在現今 118間其一場學院 遍佈全國香港 每一間學院都希望有 這個寧藍畫派的教授 當然 在每一間的一場學院裡面 我們 是不是都一個 精通寧藍畫的老師去教 今天是未有的 但我相信 剛才聽到譚老師所說 我們有董智帆先生 在我們的社會 他成全了這麼好的一個學派 我相信 每一間 118間獎童學院 繼續我們會有所增加 每一間都有一個寧藍畫派的老師 去教我們的路由紀 去學這個寧藍畫 是此人可待 我們希望 這一招 你很快來到 今天 我再一次祝願 譚老師和他私心的畫線 再一次成功 今天到來的嘉賓 好好享受一個 星期六的下面 看看這些 這麼動人的建作 我當然 我都會和大家一起忍受 祝大家 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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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有請香港電台副廣播傳掌 戴建文先生 致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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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人頭老師 局局長 郭主席 各位台上和嘉賓朋友 大家好 很開心出席這個場合 我從進來這個會場那天開始 我感覺到春風 是一個逃離的森林裏的春風 大家能否感受得到 我做精神科醫生的 四隻把口 或者下把口玩笑 有一個目標的 就是希望令到一些人的精神上面 會犯我一些很痛苦 我相信和彭老師他一生所專注的 在藝術上面 也希望他為人 帶來一些快樂和幸福的感覺 他就透過創作 透過藝術 透過教導 學生 身火相傳 令所謂透過他的藝術 在創作的過程 去欣賞的過程裏面 而產生一種努力的感覺 我自己的工作 我都是差不多 透過我的校園 分斷的努力 令到一些人少些痛苦 在你四十年精神上面 我有一份禮拜 小弟姑 有閒到畫畫 實用面積當然加上一年左右 聽了譚老師說 用實用面積的畫 我只想給他一條 我以後畫畫都應該 用實用面積捉尺來畫 現在是可惜的 你遲了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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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合理 因為要跟通脹 跟時代 所以 背入這個展示範的時候 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親切在兩方面 一是我撞了一次 然後看了畫冊 這麼熟悉的靈 後來再和譚老師聊了一隻手 因為原來有很多西方的工作 在裏面 我和我搞的那些 西方的創作 有些很像 地方 起碼我見到那些顏色 我就很喜歡 它是個月經常 是顏色 不過我搞出來 那邊不是這樣的 第二樣的陳節就是 我每一年都和老師 和練師兄弟一起 都有一條全體的展示範 又是 就是 擺在那裡 大家一起看 很想清楚 很想在那裡談到 很想鼓勵 這樣的過程 所以我就覺得 很想知道 很好玩 這個 男性的理由 就 我不是很會說話的 尤其是 對著很多人的時候 很害怕的 我的怕臭美食就會出現 所以說到這一說 我只能夠 就是說 不要阻礙大家的時間 此一刻 我最好就是 收聲 在收聲之前 就 祝願大家 身心愉快 也都祝願 譚老師 和 各位高中 他們的各位高中 就是 指出成功 多謝 謝謝 謝謝 韓國先生 最後我們有請 中華人民共華國 廣州大運區政協委員 曹樂勝先生 支持 謝謝 我真的不吃抗疫 那我呢 我呢 我呢 就 我呢 我呢 就做醫生 在中醫 這個 這個 在 這個 很多 家的麵田 我說 他呢 就是譚寶師做的 我本身不是 人家的 第二字 他是一師筆動的 他每一份 每一筆 都用心 一個做人一樣 這樣 我們中國大陸 就是 我看過他的話 很多 很開心的 那 就是以那個 我們開心為標準 那 我們呢 大家都開心一點 不要 搞得那個世界 這麼沉沉 會 整天打開 我呢 就希望 這次的壞戰成功 這次 代表 我們 香港的靈魂瓦派 呢 是有很多 很多 很多 的問題 但 無私不下 都很自然 出來的 他呢 就做 每一件事 都很細心 是很用心 去做 我跟他的畫戰呢 我跟他的畫戰呢 畫戰方面呢 都可以提到他的精神 在這裡 那我呢 就 在這裡 大家都 可以 慢慢地 運動他的畫 讓你們 各自產 各自領會 祝大家 再見 多謝 齊華小醫師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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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祝福 同時也都 多謝你們 分享 你們對藝術的心得 為了 答謝你們 在百忙之中 抽時間來這裡 我們呢 這個畫會呢 是有 小小的紀念品 是贈送給你們呢 是以表 謝意的 希望你們呢 是笑了 是啊 這些呢 都是譚老仙親手畫的畫作來的 全門呢 都沒有允許這家庭的 原來 做的家庭呢 就是最好的不過 現在呢 有請譚老師送的禮品 給我們的主題嘉賓 請譚老師 向前 我們首先邀請 香港藝術法展局主席 黃英偉先生 鈴南大學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總監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章明教授 BBS 太平鮮市 香港電台副港部署長 大建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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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專科醫生 放進 من detail laid of the 缺癒 中華人民共和國 港洲白衛區 政� wird議員 曹立信 中醫師 好 要FIRIS 同時請辭職的禮拜 現在我們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副局長許曉快接受老師的紀念版 請取女席 接下來就是這個很簡單、很隆重的展彩形式 我們有請各位主例的嘉賓和我們主持這個展彩形式 請以欲報向前 接著有請同學你們幫忙對上金教展給各位嘉賓和老師 展彩形式正式開始 我們會數一、二、三、三聲之後就請大家會獲獎 一、二、三 各位會獲獎 現在會獲獎正式開幕